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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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大师大娃娅 今天是6月11号礼拜四 今天台股跌了184点 那六月份 每年长 哇不用老师 太好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我买台积电了 继续都赢阿辫老师了 对 继续 你继续这种态度没有关系 我无所谓 其实今天的回档根本不意外 其实礼拜二就应该跌 礼拜二是上涨来的第八天 结果礼拜二收红 昨天还继续收红 那今天不开高走低 那也很正常 开高走低也很正常 你说老师那这 盘结束了没 我说还好吧 去三千多点 落一百点而已 哪有啥的 对不对 怕什么 再跌三千点你也不怕 是不是 可是观众朋友 你要去想一个问题 我跟你讲老实话 这一波这样上涨 每天都涨 尤其是指数 很多人现在都套牢 这两天打来问持股的 打来问他持股怎么办的 套牢怎么办的 或是留言在line上面 老师我的股票怎么办的时候 每天都几十个 但人数有开始攀升的状况 那个留言都不是要打来参加会员的 通通都是问说老师怎么办 我看哪个老师的节目现在就套牢 今天收盘更多 因为突然发现 今天蛮多股要跌领板 跌领板的那还好 有些是强势股 开高走低 有的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破线了 昨天的志冠 你看到什么 这两天很多人在问统新 苍和 GIS今年也下来了 很多股票 对不对 最近还有老师在天天带你追日洋 其实那档股票我很熟 拼命追啊 我跟你讲台积链供应链 拼命追 你知道被谁倒货了吗 我不能讲 你就喜欢追嘛 不懂 什么都不懂 就追嘛 那追恭喜你 有赚到我就恭喜你 这两天我们都告诉你 按兵不动 我们都没有动作啊 我们先看啊 就也是被骂 就你自己把你套牢 那现在怎么办 你仔细听 看一看大立光老板 林恩平讲什么 人家讲什么 下半年看不清 他连营收都不敢讲 他之前还会讲说 哦 那个五月份 比四月份差 六月份 比五月份 还要差 都没错哦 都没错 那七月份 他不敢讲了 他直接讲说 下半年他看不清楚 而且他还直接挑明了 有客户啊 大量砍单 谁 你觉得是谁 苹果 山仔 脸部 芭蜜 哪一个 到底是谁 我跟你讲 他在讲真话 我跟你讲 他在讲真话 就最近大立光还突破警线 对 突破警线 刚好被人家出货 然后我告诉你 人家这 几个百亿的好业人 人家一个口罩戴十天 这种是有够账的啦 那我告诉你 你如果作业的完工 差嘛 因为老闆有够账的 你懂我意思吗 可能跟公司申请一支笔 可能在那边吐吐吐吐吐 可能要吐 吐到笔薪都怎么样的才 才可能换 我开玩笑 我没有进过他们公司 就说人家是这么神 讲话是这么实在 那我就跟你讲 他讲话跟我一样实在 前两天 我也跟你讲说 这个盘我觉得这边 不要追了 一万一千五 底部上来涨三千点 就很多 就这两天又喷了 多了两百点 我是不叫你放空 但是我是告诉你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追 先看一下 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样 结果美股连续两天大跌 早上 早上我们指数来创高 你看 你看哦 创高之后才压回 你看整个亚股在干嘛 上阵 大跌 恒生大跌 日本大跌 这都跌六百点 恒生跌四百九十几点 这都快五百点 所以哪有很多 台股哪有很多 跌一百多点而已 所以回到我昨天跟你讲的 整个全球的市值 这一波反弹上来多了21兆 我昨天已经用市值的观念告诉你 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你要去了解 未来最不确定数可能是川普 这是人祸 那天灾呢 天灾什么时候解除 然后现在美国人 他们现在在炒一些什么 破产的股票 破产股变标股 台湾呢 建湖山 战兴旅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看 我说一基建湖山 栽起掌停 怕你跌停 这样去多少 涨了13只掌停板 对啊 这是台股的乱象 美股也是这样 宣布破产的大涨 去多少 去14倍 更厉害 这不是14只停板 14倍 所以我跟你讲 今年这个行情走到这里 真的没有人敢给你预算说 明天会大跌还会大涨 你只能稳健稳健一步一步来 然后连股神都被川普笑 股神砍第一季大赔之后 砍掉航空股 航空股最近在大涨 对不对 不管是西北航空或是美国航空 全部都大涨 你知道他们现在飞机可以飞吗 开始可以飞了吗 我们台湾的飞机可以开始飞了吗 好像只有国内而已 还没结束了 今年数年才过一半 你还要不要想一下你接下来的策略是什么 我跟你讲 我今天在你三孔上面撒盐 这是不对的 这样是不道德 但是你要去想 整个阶段 你自己看清楚 今年的先大跌后大涨之后 你要原理的是下半年 你要怎么做 下半年怎么做 不是每天去追涨停板的股票 对今天合一涨停 涨停变跌停 那怎么样 他涨十几倍了 涨十几倍了 休息一下合理 恒大也是 我没有躲啊 我们的股票今天也是跌啊 可是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所以我测标给你写 涨时重市啊 对不对 那跌的时候你要重值哦 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那个价值 对不对 如果你拿他跟今天国具也下跌下去相比 那我就说什么跟什么比 谁理你啊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讲国具很好 我觉得这个价值就不对嘛 这个价格不对 那你觉得我的股票不好 没关系OK啊 你不要认同嘛 对不对 你不认同的观念OK啊 你可以转台看别的老师嘛 本来就是这样啊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 起码我不会把他忘记掉 哦啊 你们股票今天下跌 都没在介绍啊 什么叫介绍 我买的我有跟你讲啊 我买我有讲啊 但是我认为他产业是向上的嘛 对不对 5G的发展 跟市府那个资料中心的开展 全部都在用他的产品 而且他第二季应该可以 交出非常好的EPS 我估算过 放在网络上面 我估算过了 非常好 可是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为什么 哦 这股票为什么 6-70块一直涨涨涨 涨到130 涨得很慢 但是他还是涨 但是我们会去坚持说 哦 如果没有大特殊外在情况的拖累情况下 应该这个股价在这边 我们觉得还是合理 广华今天也拉回啊 那你去看车市是不是开始转好了 对不对 我没有核大 我跟你讲我没有核大 但是我绝对不会去跟你讲说 哦 那个跌下来 我们就假装不知道 整理一下而已嘛 对不对 应该亏损幅度也还好吧 4%多5%嘛 对不对 我们还在这里 你自己看清楚啊 车市怎么样的情况 未来7月份之后是不是回到正轨 那我们就来看嘛 很快啊 6月已经过一半了嘛 很快就要7月了 那我们就大家拭目以待嘛 看他公司他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骗人啊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骗人啊 我说礼拜二指数就要回了 结果礼拜二继续涨 昨天还继续涨 很多人也说我骗人的啊 那摩尼师想怎样 对不对 我说回档的几率比较好 比较高 对不对 整理一下比较好 这样也不对吗 对不对 那你事后来看 哦 我怎么知道是谁对谁错了 那今天跌下来 请问一下 是不是把礼拜三昨天的 跟礼拜二涨的全部跌掉了 那请问一下 那好像是我对 你事后接那收盘来看 好像是我对哦 因为 张是够起的嘛 精灵也是够起的嘛 你要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有些东西是 他盘势不好 被拖累了 那套牢就是套牢 你买股票不会套牢 你看那些老师 每个都好神 好神 非常神 对 每个人都合一 合一第二 合一第三 有没有买 很大第二 高端疫苗第二 请问一下有没有买 你要不要去市场上问一下 去问一下哦 我们的带子通通我放在网路上面 你去看我二月份的带子 今年二月份的带子 全市场没有人在讲防疫股 只有我给你讲 带着口罩向前冲 我们在买南六 我们在买圣宏 在买恒大 你自己去看 只有我一个人在喊 大家都撞着我笑的 结果呢 整个波段下来 我相信你是大赢家 那时间关系我们要进广告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今天有很多股票商的问题 你刷了我们QR Code 可以在我们LINE上面留言 或是说你已经懒了 懒惰了 没关系 等一下广告中有电话 你直接打电话跟助理讲一声 看你的股票到底怎么办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到现场 再见 好 113366 全心照顧 028511 3366 讓您避開投資陷阱 至勝關鍵 頂業專業操盤團隊為您掌握 頂業投顧 028511 3366 使用過的口罩不亂丟是基本的功德性 這學姐說的沒錯 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很多人出門都會自備口罩 用後的口罩不要亂丟 應該要像我這樣 隨手丟入垃圾桶 那口罩可以回收嗎 用過的口罩不是資源回收物喔 隨意丟棄口罩 可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告發 除以1200到6000元 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關心您 歡迎您再回到現場投顧觀眾朋友 這個盤走到這裡我覺得稍微震盪整理一下啦 我還是覺得是很合理的 那你說老師今天跌了快200點會不會很多 我說不會很多啦 去很多啦 昨天我電視上不是講了嗎 漲了3200點 就算回檔個三五百點也沒關係嘛 好那接下來怎麼做 如果指數就在這邊1萬1這邊上面喔 這邊晃啊 我講一句比較難聽的啦 你原本的操作策略要不要做調整 當然我是知道說現在還有人在給你推恆大 還在那邊叫你說買口罩股啊 我跟你說那個5月份營收創新高 6月份現在開放可以外銷了 我告訴你喔 會發大財 又講到發大財 今天韓國瑜上班最後一天 希望啊 真的是台灣人之福 接下來會怎麼樣 就跟高雄的未來一樣嘛 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但是你不能今天一疊 你的臉就變這樣吧 這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有些股票我跟你講實在的 是沒有明天的 譬如說建湖山那種股票 每天漲 我也不知道在漲什麼 好像去他們遊樂園不用錢一樣 對不對 當然你說老師啊 那個最近大家都鼓勵國內旅遊會可能會比較好 可是你看一下他本質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然後很多股票 吵一吵就不見了 包吵有些老師會忘記 他直接遺忘掉 他直接遺忘掉 對不對 你就會覺得奇怪 前兩天不是他在講那些股票 最近怎麼這兩天都不講 所以我會跟你講 他就會講一個故事 叫做 從前從前有一位太監 喔 太監 那接下來呢 下面呢 喔 下面就是沒了嘛 就沒了 對不對 欸 他說老師你怎麼今天這麼好笑 我說沒有 這是網路上人家一個梗 我就借來用 我覺得真的很適合 很適合那些老師 很適合有一些投資朋友去跟了有一些老師 就很奇怪喔 他們的股票 電視上講的跟實際上操作那你就算了 不一樣也就算了 可是有時候你追蹤追追 你會覺得說奇怪 欸奇怪 他好像在講這個故事 就是從前從前有一位太監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你已經豎起耳朵準備要聽的時候 他說欸下面呢 下面就沒了嘛 你還在等那個劇情的發展的時候 欸對齁下面 那個太監下面是沒有的 被淹掉了 懂了吧 你還在等人家的 合一第二 恒大第二 蛤 有些股票根本來漲得亂七八糟 什麼瑞基啊 他有賺一些錢是沒有錯的 但是四百多塊你有沒有覺得有點扯 你自己去算一算 到底 到底這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錢 你有沒有去想過 你這樣合一喔 今天很刺激啊 漲停變跌停了 我不會批評他啦 這股票實在是標股 我們真的沒有 但是我不會講說從前從前有一位太監 那突然就有了喔 今天的盤當然很刺激啊 怎麼會不刺激 大盤就這麼刺激了 一黑吃三紅了 怎麼會不刺激 超刺激的 對不對 很多 最近很多這樣的標股啊 你隨便也敢買的 不要多買一張就好了 我跟你講 績效絕對超越洪老師 那我問你啊如果你沒賣呢 那就不一定喔 所謂的績效是放在口袋裡面 我不會帶你去衝中股票啦 我跟你講實在 但是我也可以告訴你 防疫股還沒有死 你也不用金融 但是有些股票我真的不是很想講 很像恆大我們27塊就推薦了 當初你們怎麼罵我 還試駕買 你把我當白痴喔 你看那麼多空單 結果 十倍 兩百多 對不對 可是有些股票我跟你講喔 真的很多投資朋友 現在發現不對 你看兩尾 這是不是好公司 結果他居然給我做一個三尊頭 破線 現在好幾個投資朋友就打來問了 受不了了 金豪科 老師到底怎麼了 最近指數飆翻了 結果他給我破底 法人有買啊 你看 就這個樣子啊 1569 你看 就不會漲啊 你如果買在這一段 那沒問題 可是盤久了你就覺得 老師最近到底怎樣 你看包含6538 這是倉和 好幾個投資朋友在問 欸老師 啊這股票不是 之前好多老師介紹嗎 啊怎麼現在都不介紹了 因為套牢啦 不敢講啦 真的就套牢就不敢講啦 開始賺下來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告訴你啊 我還很怕有些投資朋友去買到一些妖股 到時候人家就不見了 好 從前從前有一位太監 下面呢 老師你不是在講鬼故事嗎 下面呢 下面就沒了 就沒了 你不覺得有些老師就是這樣在做生意嗎 我公免耶 就是這樣做生意啊 對不對 那你來投訴我沒有用啊 我不是金管單位啊 我不是金管會的人啊 各位 我不做公務人員二十幾年了啦 這樣講有沒有很明 那怎麼樣 我也管不掉啊 怎麼處理 可以買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每個人都說 喔那個8523那個最低點是他猜到的 你個屁 我都不敢講我猜到的 國具最低點的時候 華新科次低點的時候 最低點的前一天 郁金光最低點的前一天 你看完節目隔天去買剛好是最低點 因為我們知道整個局勢走到哪邊 八九不離十 所以有時候 這邊拉回我覺得 你不用太擔心啊 市場就是現在錢太多 你要怎麼做 那現在目前你有一些傳貨的股票 包含套牢股票 你要怎麼處理 你不要去搞一些齁 你不懂的股票像什麼 6732 大家都在講什麼生家啦 這是什麼IC設計的股王 我直接告訴你啦 我是不知道他怎麼樣啊 四月份是四億 五月份是兩億啊 這種股票我不會買啊 你放心啊我絕對不會買 你喜歡買你去買 去年賺35塊 今年有辦法繼續賺35塊 就打個問號給你 對不對 如果六月份業績又衰退 那怎麼辦 那你要去想喔 你怎麼辦喔 你追到900塊 掛牌價最高點 那我不知道喔 那ABC最遲 那我就不講了 我會買這種 產業趨勢向上 最起碼 它的營收是往上走的 營收是往上走的 營收是往上走 每個月都創歷史新高 營收是往上走 趨勢向上的 我會鎖定這種股票 我不知道你鎖定什麼股票 有股票問題 打個電話過來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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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